資深股東火氣好大 新光金改革派上任後 第一場股東會挑戰不小 股東問題有問必答 新光金今年五月單月稅後 存益三十七點一六億元 月增百分之七點八 相較去年由虧轉盈 不過從股價到現金鼓勵的配發 都讓小股民滿腹委屈 董事長陳懷舟股東會上親自道歉 受到股東關注的還有新光金的合併議題 經營團隊表示要看哪家金控 主動釋出善意 新受副董洪士奇則在股東會前發出內部信 強調外面風雨挑戰並未停歇 但相信同仁都有良善的正念 至於一百二十五億元的現金增資 預計今年八月底就能完成 新光金新團隊如何扭轉頹勢 各界等著看 三立新聞華少平林書嫻 一立婷台北報導